北方已经进入了严冬 在中国的这个中部地区呢 已经感受到了冬天的步伐 可是在南方 至少在我们香港 在这个广东沿岸一带呢 夏天好像还没有完全过去 但尽管如此 实际上这个世界经济危机呢 却是无处不在的 所以我们现在读报 可以说整天都是这方面的内容 有报天天图新闻点点评 请看今天的天天头条 今天的天天头条 首先就是裁员 汇丰 世界主要的大银行之一 这个注册地点是在伦敦 但是它的总部实际上是在香港 香港今天这个文汇啊 大公明报 其实各报都在刊登这个消息 因为450万人 已经占了汇丰在香港的员工的2% 而且呢 已经开始到了中高层 也受到影响了 问题是汇丰银行的员工们 现在还是人心惶惶 为什么 他们谣传今天明天 可能接着还要再吵人 那么然后我们看美国最大的银行之一 花旗在全国要吵 在全球啊 全世界要吵这个5万的员工 开了这个银行的日子 越来越不好过了 为什么银行要裁员 今天文汇报的社论说呢 就反映了这个银行业务的转变 因为前几年 因为所谓的这个金融衍生工具 越做越多 所以银行用了很多人在这方面的业务 如今金融衍生工具 就是已经像过街老鼠 所以这个业务很难开展下去 所以要转回到这个传统的业务 就是存款和放款 所以就要裁员 那么信报的社论说 其实面临着这样一个金融危机 银行可以有各种办法 除了裁员之外 你是不是减薪也是一种办法 就是大家一起来共度难关 不要动不动就是裁员 还是要全力的要保这个就业 香港经济日报今天发表的社论 也是这样的观点 它说大企业你最好不要带头裁员 因为你带头裁员的话 你是这类人你也类企 但是你要跟这些大银行 跟这些资本主义的大企业 讲什么社会责任 我觉得有点像是对牛弹琴 他们这时候首先想到的 不是社会责任 而是要想卸掉负担 再来看这个明报 今天咱们做了一个全版 也是今天世界各地的报纸 都刊登这个消息 高盛 美国有名的投资大行 他们的高层 今年就已经放弃了他们过亿 这个就是港币 过亿的花红 其实要做个对比 我们说高盛 他的主管 去年他拿的花红 就是他的工资 加上他的奖金是多少 那是六千七百五十万美元 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今年他们只拿基本工资 就是六十万美元 六十万美元 在我看来也已经是一个高薪了 其实这些大行的主管们 他们如果今年还敢拿 这个天文数字的奖金 那才是新闻 再来看这个 华盛顿的这个二十多峰会 避免之后呢 西方的一些主要的杂志 都刊登了一些文章 像这个经济学家 英国有名的经济学家 他们这个封面故事就是 重新设计这个环球的这个金融 那么该报备也发表了一篇 这个评论的很有意思 叫做这个凯恩斯 凯恩斯博士的这个中国病人 Chinese Patient 这个题目当时有点调侃 因为有一部英国 有一部美国电影 叫做English Patient 它是肯定是借用了 这样的一个典故啊 实际上说的这个中国政府呢 也就用凯恩斯的这个办法 来刺激经济 那么美国的这个新闻周刊 还有这个Time 他们都在注意到 就是中国政府要用将近六千亿美元 来刺激经济 虽然是一个briefing 介绍了这样的一个新闻 那么讲到 我们说的这个所谓 近六千亿美元呢 就是四万亿元人民币 刺激经济的这个方案 如今中国大陆的各地呢 也在开展自己的 这个救世的工作 经济日报今天有这样的一个 大指标题啊 上海准备举债 大兴土木 要保住这个龙头地位 因为上海呢 今年已经首次出现了 不到百分之十的这个增长 对于对于中国这个经济龙头来说 这显然是一个简讯 简讯 但是上海它还是有后招的 特别是现在这个大兴土木 发展这个基建 比方说上海的虹桥 要建成亚洲最大的这个交通枢纽 这个工程实际上已经是在开展了 那么另外上海呢 它的这个十二五 就第十二个五年计划当中的 一些大型项目 现在可以提前开工 那么又可以跟世博会结合起来 以这样的这个方式呢 来保住上海的这个龙头的地位 包括这个上海的这个临港 临港新城啊 这个据说是世界上最大的填海造地工程 那么现在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现在企业普遍遇到困难 企业的困难 特别是企业所遇到的困难之一呢 就是由于实施了劳动法之后啊 这个劳资的这个纠纷大成 特别是这个工人呢 一直向老板要这个追讨 这个加班费等等 那么现在这个香港新岛日报 今天在投版 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新闻说 中央已经叫停了 这个最低工资 现在就先不要谈了 那么另外这个劳动法 欠谈性的问题啊 最近香港的特首曾一全到东莞去 视察这个 因为东莞有大量的港资工厂 香港的老板们向他们 向这个曾一全吐苦水 他说实行了劳动法之后 我们的负担已经是不堪负荷了 所以曾一全也向北京反映了 这样的一个要求 因为劳动法实在是欠弹性 所以要可能要 要缓慢执行 我们知道这个四万亿的 这个方案当中的很大的一块呢 其实就是房地产 但是这个房地产呢 不是一般我们说的那些豪宅啊 或者那些动辄要这个上百万的 那些住宅 九千亿其中有是安居工程 这个是要汇千家万户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平民百姓的 那么香港大公报今天有一个这样的这个专题报道 那么同时呢 也刊登了地产商们的一个新生 他说我们还是觉得冷 因为这个安居工程 他基本上就是经济试用房或者是连租房 虽然这块饼非常大 但是呢能够分到这块饼的 基本上都是那些政府 就是国有的这个企业 私人的这个房地产发展商 很难从这个大饼里面分到一杯梗 所以他说我们觉得还是很冷 问题是中央的这个四万亿方案 好像首先并不是为了救这些地产商 再来看日本 因为在当前这个世界新闻危机当中呢 日本是处于一个相当独特的这个角色 一方面我们知道 日本从这个八十年代末开始 就经过了这个长达十年的这个衰 衰落啊 不景气 萧条 但是呢他也就有了某种防疫能力 所以这次日本呢 把这个G20是作为这个经济赋权的一个起点 马上太郎在因为欧盟 他们想要用这个达到美元的霸权 美国要保卫自己 所以马上呢 在欧盟和美国之间的充当了一个合适了 同时呢 日本方面也提出 下一次就明年四月再开这个G20的峰会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在日本东京旁边的那个成田机场开啊 想把这个成田机场作为一个新的一个坐标 那么日本经济今年第三季度收缩了0.1% 官方确定日本实际上已经进入了衰退期 今日美国报有一篇评论说这个这个Global Meeting说的就是这个二十国的峰会啊 就显示呢美国必须要改变自己的这个老大的这个霸权的这个心态了 亚洲华尔街日报刊登了一个访台这是这个中投公司的这个监事长啊 他说这个中国呢要在这个Financial Regulation就是金融的这个话语前当中呢 中国要有更大的话语更大的发言权 中国时报看到这个联合国的这个报告说 中国社会的这个M型化呢是威胁了经济发展 什么叫M型化就是穷的更穷富的更富 另外这个共同网注意到中国害怕啊 担心这个广场协议的这个幽灵 广场协议就是当年美国强迫日本日元升职 现在中国也面临着这样的处境 但是呢中国很巧妙的在这次这个二十国的峰会当中呢 排除了要求人民币升职的这样的压力 所以呢中国的这个巨额的这个外汇储备 已经成为一个武器了 将近两万亿美元 美国也不敢拿中国怎么样 再来看这个一些国际消息 这个中东时报说的这个关塔纳摩基地的关闭呢 只是the only first step 就是奥巴尔上台以后呢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接下来还有更多的事情 才能够让国际社会感到美国是有所改变的change 今日俄罗斯这个消息有意思 为什么I shut down McCain 我把麦凯恩的这个战斗机击落了 这是该报俄罗斯这个共济团整理报 他们最近访问了一个退役的前苏联红军的中尉 这位中尉说当年他在河内的上空 把麦凯恩的飞机击落了 他至今感到非常自豪 因为因此麦凯恩就成了一个战俘 从中尉说到一会儿的下方